海港傳媒日記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港傳媒日記 我是 Vic 我是阿世 今天帶大家來看什麼呢 全新的商業大廈項目 IEC 第三期 最近剛剛成交了四間地鋪 就是這裡 好像是同一個投資者去買 是呀 為何這麼吸引呢 跟我們上來看看 GO 阿世我們上到每層的搭電梯樓層 都很漂亮 我看到有些雲石磚 來到單位裏面 為何有裝修這麼搞笑呢 其實一點都不搞笑 這就正正證明到第一集團非常細心 因為我們進到單位裏面 所有門口 防火玻璃門 日本製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們現在有很多的 Orbis 線 全部都在明喉 明仙 很噁心 一廚 兩廚 而升高地台 就是可以將線全部走到地底 哇 這個非常貼心 還有我們 所有的電錶 其實已經是做好了 全部都已經做好了 第一集團 就是希望所有的買家 他們買的單位 入到來的單位的時候 只是拿傢俬進來 就已經可以用得了 是呀 因為我們本身都做開半區 都成二十年有多的歷史 沒錯 其實我們附近周邊 都有一個新式的工廠大廈 但是他買回來的時候 他都有一個叫清水房的認識 就是雙倍四棟牆 電錶也沒有 天花也沒有 地下也沒有 要買家自己去裝修 最重要的是什麼 清水房交給你的時候 買家是要另外付錢去做 做一輪電錶 消防 各樣都是要買家自己付錢去做 不過 第一集團 就已經將這些所有的東西 全部給我們的買家 就是省錢 省時間 貼心有魔心 貼心有魔心 另外聽聞在第一集團的樓盤當中 前面有一條天橋 博散荃灣區的網絡 架空天橋 沒錯 這真是非常厲害 因為其實在很多年前 政府已經說 會重點發展荃灣區 荃灣區亦會成為一個重點 很多人來投資 去開公司的區域 而我們最重要的是做好交通 交通 其中一樣是天橋網絡 這是什麼 人的交通 不需要過馬路 我們在天橋網絡上高 可以在對面的余景新城 上到行人天橋位置 接下來會一搏就搏到西鐵站 哇 即是不用擔遮上班 沒錯 如果我們趕時間的時候 遮都不用收拾 跑回去 阿西亞 我看到這道大廈 一個玻璃幕牆設計 在我們本區都很罕有 沒錯 這個玻璃幕牆簡直就是 哇 不能忘記 其實這道大廈的樓宇高度 以及樓底高度有多高呢 其實這道分層的單位 樓底大概是4.7m 高 我們一般的非住宅物業 其實都是大概3m 已經很高 但這道去到4.7m 可以打籃球了 真的多 阿西亞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叫做22樓 頂樓加上天台的內置覆式單位 哇 這個真是不得了 我告訴你 在我們叫做看住宅的特色單位 見得多 例如我們剛才說的地下蓮花園 單位出平台上上都有 但商業大廈的頂樓連天台 你真是內置樓梯 真是未見過 大家一齊看看 讓我們來看看 哇 阿溪阿溪 上到來了 深亢神異 哇 這個單位簡直的感覺是甚麼呢 大地在我腳下的感覺 國計獎於手中 哈哈 因為我看到這個單位 除了一個叫內置樓梯上來 以及我們在工廠大廈來說 我們這個區要買一個寫字樓都難 還要有一個特色平台 連天台才能 沒錯 所以各位老闆 如果對一些特色的東西是有興趣的話 不要執書 把握機會了 這裏是荃灣區暫時唯一的機會 頂樓連天台特色單位 而且這個位置都很接近荃灣的地鐵站 沒錯 我們直望的玻璃幕牆 就是南風中心 樓下就是地鐵站 除此之外 看到一個很接近的大型商場 就是全新天地一旗、二旗和餘芯廣場都在附近 沒錯 說實話 這個餘芯廣場樓上都是商業大廈 但有沒有可以買呢 當然沒有 哈哈 如果荃灣區商業大廈要買得到的話 其實真的不多選擇 我們在這個位置走過十分鐘 如果走回荃灣地鐵站 說的是大概十至十五分鐘的路程 基本上我們就處於西鐵站和地鐵站的中間位置 而且這個圍壁很特別 我們看出去這個位置 為何會這麼開陽 我看一下 是啊 整個屯灣是市業 是啊 因為其實在我們這個IEC三旗外面 是一些很矮的單位 很矮的住宅 所以變相其實在IEC三旗這裡 看出去 就算中、低層的單位 景觀也很開 真是不得了 剛剛跟大家簡單介紹過關於IEC的部分資料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找我們海光物以幫忙 看完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 還要按下旁邊的鈴鐺 你們的支持是我們拍片的推動力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